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美食 家常豆腐的做法 这是一块卤水豆腐 500克 斜刀一分为二 切成厚的三角片 青红辣椒割40克 切成三角块 泡好载洗干净的小木耳30克 把木耳的根部全部去掉 大葱白10克 蒜子三粒 大葱白切成葱花 蒜子三粒 拍碎 锅蒸蒜末 五花肉一块 80克 切片 四盘泡辣椒和红油炖白酱 割20克 食材准备完毕 下面开始制作 起锅烧热 锅中倒入少许的植物油 在锅中油温达到7成热 足够下入豆腐 豆腐下入以后 由大火转小火 慢慢把豆腐的表皮煎成金黄色 煎好一面翻过来煎另一面 在这里给朋友们说一下 在油温达到7成热以后下入豆腐 立即转小火 如果继续保持大火煎至豆腐 豆腐容易煎不透 而且豆腐的表皮容易糊 所以这一步火候一定要掌握好 两面都煎至金黄色 倒出备用 重新起锅 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在油温达到7成热 下入五花肉片 把五花肉片煎出猪油煎香 下入四川泡椒和豆白酱 煎出红油煎出香味 这一步一定要小火煎至 大火容易摆原材料煎糊 下入葱花蒜蓉煎出香味 这一步继续保持小火炒制 烹入料酒5克 锅中下入清水400克 下入煎好的豆腐 下入老抽2克调色 下入鸡粉2克 下入白糖2克提鲜 下入青红辣椒和小木耳 大火收汁 勾入少许的芡汁 下入香油2克 翻炒均匀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家常豆腐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切着豆腐是豆腐的片切至厚一些 这样烧出来豆腐口感比较好 第二煎着豆腐是一定要掌握好火候 火不要太大 因为火大豆腐容易煎不透 而且豆腐的表皮容易煎糊 第三编制五花肉片是一定要边出猪油边香 第四此做法不用放盐 因为泡椒和豆瓣酱的咸度就够了 第五出锅一定要勾少许的芡汁 这样能使每块豆腐均匀的裹上汁 吃时口味更加的浓郁 家常豆腐的技术组件完毕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厨房喜爱萌 这里总有一款您喜欢的菜